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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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直就是有流传 那流传到第十七世纪的英国 在教会之中会表达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敬 这天同时也拥有了一个重生的意义 那当然大家都觉得可能在这一天的时候 都有很多该庆祝的 那你有该庆祝的吗 我想每个人都有想要庆祝的 所以我们既然有过去在古希腊的这一个部分呢 当然也有在比较现在 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位安娜 那这一位安娜的母亲呢 还在世的时候 她就是非常乐于帮助别人 所以安娜的母亲呢 其实她本来就是想要设立一个日子 可以来纪念 纪念谁大家知道吗 是的 就是我们伟大的母亲 因为呢我们一辈子 让母亲的这样子奉献 为一个家庭来达成这整个的愿望啊 可是是不是这样的愿望就可以达成呢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这样子的愿望还未达成的时候 其实安娜的母亲就离开人间了 那人世间其实我们都知道 人生非常的无常 每一个人都能够活到多少的年纪 我想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了解 所以在1907年开始呢 当然就举办了一些庆祝活动 申请了将母亲节定为法定的节日 那在当时一定会透过很多很多 因为毕竟这是要做一个法定的节日 不是这么样子容易的 但是呢 于1908年的5月10日 在美国的西亚西尼亚州呢 还有另外一个州就是正式开始 那另外这个州呢 是宾夕法尼亚州 它正式开始来自定 但是却一直一直到了1914年的5月8日 美国的国会才真正的确定 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作为法定的母亲节 在台湾我想大家也都是过着同样的 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我们的母亲节 可是在国外 是不是每一个国家 他们对母亲节都是在第二个星期呢 其实不是 那依照不同的国家 他们也有不同自己的节日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 会做这个三节合一 大家知道吗 那当然这个安娜的母亲 她非常的喜欢康乃馨 所以在母亲节的这一天呢 我们会一直就是 在花店也很容易去买到 就是康乃馨可以来祝福 或者是感恩妈妈啊 可是呢 在于慈祭啊 慈祭我们做的这个三节合一 除了母亲节之外 还有佛誕节 以及群求慈祭日 那以宗教而言 佛教的时候 当然就是佛誕节 那是不同宗教 大家知道 还有什么很大的节日 是大家 可能共同可以休假的吗 再想想看 好是的 就是圣诞节 那也有人讲的是耶诞节 那这也有它的一个过程呢 那你看啊 在耶诞节 12月25号这一天 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去吃耶诞大餐 甚至于啊 办了很多的那个派对啦 甚至于很多的庆祝 可是以佛教佛门而言呢 在这一天的时候 我们希望做什么 我们希望做的是能够 进化自心自身 让我们的身心灵 都能够得到很亲近的 这一个部分 所以佛陀他诞生的时候 那我们都在讲遇佛 那我们真正的 是在遇佛吗 佛其实已经 幽灭盘了 他所留下来的 就是一个精神层面 那在这个精神 我们想要学习到什么呢 而全球慈祭日 是代表慈祭人 不论是 你了不了解慈祭 我们都希望 藉由今天的节目 让大家能够一起来了解 所以我们讲过去 讲现在 讲未来 我们也先来 分享一下 什么叫做种福田 其实我们讲三节合一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三节当中 我们所要做的这个部分 但是我们先来 分享一下种福田 那我们大家都会觉得说 那享福之前 一定要先种福修福 对吧 是的 就如同你想要吃这一餐的时候 如果没有农夫去耕田 那也没有人去下种 那怎么会有收获呢 那如同我们也是一样 有人就讲说 哎呀 没有平白无故的一餐 可以让我们食用 是的 所以每个人都会为自己 来做一些事情 但是呢 我们只为自己吗 希望也能够为天下的人 所以种福田呢 当然就是做工 就如同种福田一样 那这个福田呢 其实福田有很多种的这个说法 那最简单的这个福田 一共有三个田 那哪三个田呢 就有敬田 恩田 以及悲田 敬 公敬的心 那恩呢 有恩于我们的人 那悲呢 是一个悲 天 亦快 我们常有这个悲心啊 我们能够去救八苦难 所以除了三福田之外 我们在佛门当中 其实还有八福田 那这个八福田呢 给大家稍作了解一下 就是佛 虽然是已经离我们 2500年前的佛啊 我想每一个人 或许您在过去2500多年前呢 您都见过佛 但是呢 我们都有隔音之谜 来到现在的时候 对于佛 我们可能都不了解 那我们现在要了解佛 如何去了解呢 当然就是佛法的精神 所带给大家的 那除了佛之外呢 还有圣人 和上阿瑟黎 以及生就是出家人 父母以及病人 所以父母啊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就与大家分享 父亲母亲 他的伟大 就是让我们一辈子啊 可能能够好好的 长大成人 为这个社会来奉献 可是这个三福田当中啊 我们为什么会 不讲八福田 而讲这个三福田呢 因为我们 即将要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敬田恩田 以及悲田 也就等于是我们的佛旦节 母亲节 以及全球职日 其实在经典里面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论述 经典告诉我们 有包括敬田恩田 以及悲田的这个部分 所以起信论当中呢 跟大致多论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了这个敬田恩田 以及悲田的部分 那当然敬田呢 我们就希望能够 恭敬三宝 升福 恭敬三宝 就能够升福吗 那在这里呢 就想与大家来做分享 因为 由于我们的恭敬心 呢 那因为 生佛法生 这三宝当中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 比如说 在慈祭里面的大家长 就是上人 上人每一次的开示 都能够帮助我们 在于自己的困惑 迷茫 甚至于内心 有很多很多的 不平衡的时候 因为一句法 而能够让我们心开意境 所以敬田 恩田呢 恩田 我们为什么要报父母恩 大家知道吗 如果没有父亲母血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难 来到这个人世间的 我们不可能从树里面生出来 我们不可能从石头里面蹦出来 那我们是从父母亲的这样子 当然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那父母亲的这样子一个爱遇 以佛门来讲 不是也就是不亲近吗 可是今天我们 如果没有父母亲 又怎么会有我们呢 所以报父母恩 生福 那报父母恩 如何报呢 请大家不要只觉得说 反正我有回去 放假了 我就是买个东西 这样子呢 就是在报父母恩 大家有没有看到 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养的宠物啊 可能比对父母亲更疼爱 您会抱着宠物来睡觉 您会抱着您的父母亲来睡觉吗 可能会 就是您还小的时候 离不开父母亲 当你长大的时候 父母亲生病了 您可以真正的 无愿由的来照顾他们吗 其实有蛮多人 也听过一句话 就是 酒病床前 无孝子 那一样的啊 可是今天如果是孩子生病呢 其实父母亲捷尽所能的 就是想要让孩子能够得到健康 所以健庭登庭更希望有悲田 不只是恭敬三宝 也不只是孝顺父母 但希望呢 能够悲悲 平病 那就如同在慈悸啊 你看我们一开始 早期的生活 我们从慈善 然后做到医疗 做到教育 做到人文 因为呢 在花莲就是东部 东部呢 就是原住民的菩萨居多 所以他们不是很会 规划自己的生活 他们可能赚了一些些钱 可是也因为 他自己的生活习惯 而把它花卉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 存下任何的钱 当孩子有需要的时候呢 其实是很困难的 所以上人为什么会在 东部里面办教育 也就是刚开始 看到了这样子的孩子 如果没有受教育 他只能够维持 同样的生活 但是受了教育之后 他能够改变他的家庭 也让他的生活 从此有了光亮的亮点 所以我们在讲 静田 奔田 以及悲田这当中呢 当然更想要来分享的就是 其实在佛教人士啊 跟民众 就是佛教徒啊 很多人就是希望 也能够连锁来设定 这个国定的佛诞节 所以不只是 耶诞节 就是圣诞节的时候 有这样子国定假日 而是希望 如果我们再努力争取的时候 所以好不容易在 1999年 中华民国的内政部 在国定纪念日当中呢 也正式纳入佛陀诞成纪念日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在不同国度里面 虽然也都有佛教徒 但是呢 这个四月初八啊 到底是农历的还是国历的 有的国度里面 他就是做的是国历的四月初八 所以呢 在台湾当然就申请 那申请也非常感恩 其实由政府来办定 所以呢 所有的机关团体啊 就是在这一天 农历的四月初八 来做一个纪念性的活动 但是呢 在慈绩三十周年呢 也就等于是1996年 慈绩一开始的时候 是在1966年成立的 那1996年呢 其实正好慈绩的三十周年 当时海外有十七个国家的志工 回到台湾来参加 全球慈绩人的精神研究会 所以上人当时就勉励弟子 能够把握刹那 横死当下 那大家把握刹那 横死当下 这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因为这个刹那刹那 这就在分秒当中 就这样子过去了 那如何能够真的将这一份心 一直不断地维持 那当然也不只是如此 也宣布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就是全球慈祭日 那1999年 其实九月政府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定为佛誕节 那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那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就不是农历的四月初八 所以斑定的这个佛誕节 跟我们可能原有的在寺院里面 所知道的这个佛誕誕节就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差别 但是2000年的时候呢 五月14号 实际在花莲剑士堂 就是在道理广场 不晓得说大家有没有透过网路 去看到就是每一年在花莲金士堂 所举办的这个玉浮大典 那这个大型的玉浮大典呢 一开始呢 我们是从2000年 那今年其实已经迈入到2023年 所以不断地在举办当中 那每年也都有不同的主题 比如说像今年的主题 就是以红法立身为主 那红法立身 红法不容易 立身我想大家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在我们小时候 老师就会教我们 这是举手投足 就是举手之劳 比如说在路上 您看到有小石头 您可能把这个小石头把它移开 这个您就是在做工的 可是呢 以这样子整个玉浮大典当中呢 其实我们想要去告诉大家的 就是不只是能够让 所有的佛教徒都能够了解 也希望呢 在不同宗教的人 就如同我们知道圣诞节一样 也能够了解 佛誕节的这个重大意义 所以在整个佛誕节的 这个过程当中 非常的感恩 其实在每一年 红法立身 在今年的主题当中 在以往 我们都会有设计不同的图形图案 但是呢 在这样子整个图形图案当中 我们想要最终的表达 还是能够欠祝 因为呢 在这一天当中呢 就是有三个节日和唯一 就是有佛誕节 母亲节 和全球慈禧日 那三节合一来举行 玉浮典礼的时候 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 礼尽佛恩 情恩 以及众生恩 佛 佛陀浩瀚 可是我们 在不同宗教当中 上人也告诉我们 我们不只是不同宗教 我们还不同种族 不同国籍 所以每一次在 玉佛大典当中呢 其实有看到 非常多不同宗教的 宗教界人士 一起来参与 你要非常感恩 大家的认同 以及对于 这三节合一呢 非常的重视 所以资恩 奥恩 以及利益群生 在我们玉佛当中 最后呢 我们会做一个大回向 这个大回向呢 这个文的时候 也非常的简单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跟我们一般在于 佛门看到的 这个大回向不太一样 这个玉佛记啊 在词记里面呢 是我经理战朱如来 这个我啊 代表我 你也是我 我也是我 他也是我 所以大家呢 一起表达这样子 非常虔诚 恭敬的心 来赞叹朱如来 如来呢 是佛陀的十功德名号之一 也就是佛诞 佛诞的这个代表 那杯至伐水 尽尘埃 杯 杯宁心 也要智慧啊 我们不是 只有慈悲而已 上文讲说 慈悲如果缺乏智慧的时候 其实这个不能够成为 杯至的最重要的 这个怨心 所以杯至伐水 禁尘埃 透过这样子 我们所听闻的佛法当中呢 能够亲近我们自己 因为啊 你看啊 这个尘埃 大家看得到吗 可能您看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您每天都在擦拭桌子 可是如果您十天不擦桌子 您用您的手去摸摸看 一定会摸到 就是很维系的这个尘了 但是呢 这个尘的时候 要透过水来亲近 那一样 如同我们 我们要有去处烦恼的 希望能够有发水 来让我们得以亲近 所以五着众生 令如构 五着众生 这个五着众生 是佛门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五着呢 代表的是 结着 众生着 烦恼着 命着 还有一个什么着 大家知道吗 大家会听大海语吗 好 来 那跟大家做步行一下 所以众生也是在浊气当中 可是我们的命啊 我们的命为什么也是浊呢 你看啊 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 您可知道啊 在现在目前呢 这个五着众生呢 一直不断地夹早 看看我们这一波的疫情 难道不是 也就是一个浊气吗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戴口罩 在疫情爆发的同时 其实我们大家 也都非常的戒胜前程 因为我们就怕被感染到 所以五着众生 令离构 都希望呢 大家不只是 面对到这个尘埃 而是真正的 能够洗涤我们自己 而不是染成 所以渡化功德 深入海 希望云人都能够渡化众生 所以渡化功德 那如何能够真正的渡化呢 那渡化他人之前 唯有先进化自己 我们才能够得以渡化别人 所以渡化功德 深入海 大家看看那个海 海洋啊 其实避海连天 我们看不到海的尽头 可是呢 希望呢 将大家的所有的功德 都能够汇入到 这样子一个功德大海里面 在于三节合一当中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希望 让大家能够了解 我们在日日 每一天 上来也告诉我们 也期许我们 我们不是只有在母亲节 也就是在五月的第二个 母亲节的这个节日当中 我们才要去感恩 母亲的这样子一个伟大 而是希望呢 我们能够透过了解 能够让我们的一日 时时刻刻 我们都能够过着 三节合一的 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 而让我们能够 资恩 报恩 以及利益群生 感恩大家 也祝福大家 福会员满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